把握最後的關鍵倒數時刻 陳其邁把握時間在鳳山車隊掃街 沿途也是受到民眾熱烈的歡迎 不過他被問到了高鐵南下的預售票 其實已經預售了大概有七成這麼多 也預估返鄉投票的民眾人潮 可能會比罷免還要多 我們聽聽他怎麼說 我們在今年已經投了兩次票 那最後8月15號 這個投票當然是重中自重 尤其到未來的這一次8月15號的投票 會關係到未來高雄兩年 甚至未來的長遠的一個發展 所以真的也要呼籲在北漂 或者是很多浮雲遊子 在台灣各角落的好朋友 都能夠回到自己新愛的故鄉高雄 為高雄投下深深的一票 陳其邁表示說其實高雄市民已經投過兩次了 但是這一次其實是重中之重最重要的關鍵一戰 所以希望各個角落的民眾都能夠返鄉來投票 當然他今天也特別請到了台南市長黃偉哲 來幫他加油打氣 也加入車隊的掃接行動 因為在台南高雄的鄉親呢 在工作或者是在念書的都非常多 所以經由黃偉哲市長來呼籲台南的鄉親要回來投票 當然晚上也請到了林飛帆 是不是要來吸引年輕選票呢 也希望大家都來助攻投下深深的一票 這是在現場的最新狀況吧 時間還給棚內 是另外一票